作曲 李宗盛 今晚想製作百果腐竹雞蛋糖水 在雜貨店買了四粒白果 白果有衣 等下要整整去衣 另外家裏有少少二米 冰糖 雞蛋 另外一包腐竹 雞蛋放多少隻 其實是想吃多少隻 我們家裏四個人 連工人 看看每人吃多少隻 每人要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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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要一隻 雞蛋要煮的 待會再說怎樣 白果去走衣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熱水 稍稍滑一下 慢火稍稍滑一下 它的衣 慢慢就會脫出 不脫 就算它自己不脫 放到最後 灑一下灑一下 都很簡單 用熱水灑一下 有些衣便會脫出 這些衣便可以撈出來 好 再繼續煮一下 慢火煮了一輪 之後 衣便脫得七八八 有些人手撕一下 便完成 衣便清潔 煮雞蛋 煮雞蛋 不過 有少少技術 很多人煮雞蛋 都會覺得 為何煮雞蛋會黏殼 有些方法令它不黏殼 雞蛋 一邊尖 一邊圓 其實頂部 有少少空間 通常都很少填密 用尖的刀 大頭針 在這一邊 少少心心 這樣 不要太大力 聲音爆了 幫不到 少少 開個小洞 不用太多 少少就可以了 不用吐得很深 一隻雞蛋 在這個位置 少少開一開 先進去煮 少少 水滾了 可以把雞蛋放進去煮 大家可以看到雞蛋一放進去 有少少氣泡 從頂部走出來 即是做得對 大家看看 放進去 看看有些氣走出來 那即是 做得好 剛才的洞 做得正確 做得不正確 勁了頭 可能會有蛋白流出來 那就是勁了頭 這隻勁了頭 蛋白流出來 正常就是 不會有東西漏出來 這隻勁了 煮了十分鐘 十分鐘左右 雞蛋差不多了 雞蛋就煮了十分鐘了 這個時候 就可以 倒出來 這樣 就撞凍水下去 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剛才 現在 開了少少個洞 就 脹了 現在撞凍水 冷縮而脹 反而容易離殼 然後 就容易 撕殼 這樣 凍水撞一撞 之後 就可以撕殼 看看 這雞蛋應該都幾易 撕殼 撕殼 完全不黏殼 雞蛋撕殼 就算 連那隻 酒蛋白出來的那隻 都很帥 不太差 其他 就固然 非常帥 煮 煮滾水 水 水 減多少 看你幾多人吃 如果你說 我們四個人 每人倒兩碗 你就 放八碗水 無所謂 水滾之後 就可以 放些材料 包括 八果 二米 火粥 打開 放上這些材料 就可以調整到火都很慢 因為想煮 把腐竹都被刨破 煮了15分鐘 腐竹基本上 就被刨破 差不多了 就可以下雞蛋 下雞蛋之後就可以 下糖 用冰糖 至於下多少呢 不知道 試一下 先下大塊 先下雞蛋 然後等它溶了 再試味 這麼大鍋都應該要多 下了些之後 等它高高再試味 等它溶完 這個公仔 這個是一個銀行的 這樣就 蠻好的 這樣放在這裏 接著 可以這樣 下鍋 這樣就不會沸騰 上一大鍋 都要下多少糖 有些糖溶 都要上一大鍋 都下了幾多冰糖 一盒10盎司的冰糖 差不多用了 就用了12盎司 沒有個人口味 你一路自己下冰糖 一路試味 冰糖要充時間溶 所以你如果耐性 你就不用猛火 放下去之後 慢慢浸著 都會溶 你就不要太猛火 煮它 否則它會滾到冰糖 只會滾蛇 還有就是我喜歡 這個糖水 滾了之後 味道適合 我就會加少許蛋花 不用多兩隻就夠了 除了一隻雞蛋之外 就加少許蛋花 令糖水更加好吃 令糖水更加好吃 基本上呢 就蒸好了 這個很滋潤的白果 腐竹雞蛋糖水 就完成了 很吸引 整隻雞蛋 另外有一些 白果 銀杏 即是 都煮得相當滑 好啦 我吃糖水了 拜拜